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这是神的疏远 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 耶稣复活之后的给我们的话语是什么呢 耶稣复活之后对我们说 你们要去使万民自我的门徒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到二十节 说你们要去普天下 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 圣灵降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级做我的证人 就是让我们去救人的意思 然后呢 是地上的诫命 法利赛人问耶稣说 最大的诫命是什么 耶稣说 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也是最大的 七次也是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的总纲 爱神之后爱人如己 这是一切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 最大的诫命 是爱神 爱人如己 还有地上 然后呢 是地上的命令 地上的命令呢 是马太福音本文 是用爱 28章16到20节 用爱神爱人如己的心 去寻找门徒 建立门徒 并去派遣门徒 这是最大的命令 耶稣复活之后给我们的信息 然后是地上的使命 地上的使命呢 是马太福音 四章23节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各会堂里教学人 传天国的福音 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马太福音 九章35节 耶稣走遍各乡 各城 在会堂里教学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 就是我们教会的宗旨 我们教会的宗旨 就是医治教育传道 治愈别人 教育 然后呢传道 先救活自己 然后再去救活别人 那我的使命呢 我的使命 像耶稣一样 救活人 医治他 建立他 让他成为基督的门徒 也让他成为我们多民族教会的门徒 成为被担任牧师认可的门徒 这是我的使命 那神的最高方法 神的最高方法是通过门徒 建立门徒 神使用的门徒 是神让他出生 并且去准备他 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其实是神在预备我们 集中学校 集中学校 就是我们平常的训练 在战场上受过训练的人 和没受过训练的人 他们有天壤之别 没经过训练 你怎么能出去打仗呢 我们出去救人 给人传道 我们有话语 成为我们属灵的武器 和我们没有话语去遇见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教会有祷告班 传道班 话语班 还有门徒班 还有施工者班 这样的训练班 我们可以参加 然后呢 用话语来武装自己 祷告班呢 是蒙祷告英语的人的见证 传道班呢 是蒙传道英语的人的这个见证 话语班呢 是我们用 如何用话语去养育别人 可以到这里来受训练 然后呢 是门徒班 还有施工者班 寻找这样的一个门徒 并去建立他 作为一个 救火一个地区时代国家的人 要与牧师沟通 就要准备自己 第二是 集中传道 Camp 集中传道营 为了在我所在的地方 我所在的学校 我所在的职场 让神的国降临而祷告 也让我们中文地教会 在一百个地区 兴起话语运动祷告 中文兴起一百个门徒祷告 中文礼拜能够有一百个圣徒 一起礼拜 然后呢 是第三 集中祷告 耶稣说你们祈求 寻找 叩门 因为祈求的话就给你们 叩门的话就给你们开门 寻找的话就能让你们看到 你们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我们天上的父 怎么不把我们所求的圣灵给我们呢 所以我们要祷告 怎么祷告呢 一一一 一一一运动 一天一次 拿着讲台话语 祷告 为一个灵魂 一天一次 不用太多 一天一次就可以 每天默想话语 因为话语是有力量的 话语就像两刃的剑 所以当我们握住话语 祷告的时候 神的话语一定会做工 希望我和我们大家一起 为一百个地区 兴起一百地交会 兴起话语运动 蒙话语成就的应允 祝福大家